哈喽大家好,我是莫兰 在网上查询温哥华的平均温度 您会发现 7月和8月是一样的 都是14-22摄氏度 但是过了7月 剩下的时间就是冬季到来之前 非常适合植物生长的日子变少了 一些生长期特别长的植物 不一定能长大了 所以是否可以种 除了对温度的要求 还需要仔细查看一下各种菜的生长期 今天我就跟朋友们分享23种 适合8月种植的菜 第一种葱 8月上旬撒种子 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吃到新鲜的葱苗了 或者到了8月底移栽一下 让它们长得更大更健壮 当然如果不想麻烦 就用葱根来种 用葱根种葱更快速 而且随时都可以种 第二种 韭菜 韭菜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种的 我通常会秋天种 在菜地里撒下种子 让它们慢慢长出来 如果想最快速获得大量韭菜 种的时候可以十几粒种子放在一起 这样长出来就是一堆一堆的 比较集中 但是这样种的韭菜 过个两三年一定要挖出来分根 重新种一下 韭菜 喜欢凉爽气候 8月份直播种的韭菜可以长得很旺盛 第三种香菜 香菜在温哥华这边 穿秋两季都可以长得很好 8月就可以多种一些了 因为温度会逐渐降低 越来越适合香菜生长了 保持土壤湿润 香菜就会长得很好 第四种 童蒿 进入8月之后 超过30度的热天 一般会变得稀少 更多的日子是2040度左右 这个温度童蒿很容易生长 而且8月之后 温度开始变得凉爽 因此就不需要担心童蒿会抽台了 童蒿非常好种 撒下种子浇透水 不到一周就会发芽 很快就可以一查一查不断的采收了 第五种回香苗 8月直播种回香 冬天之前还是可以割几茬的 第六种生菜 生菜是最容易种的菜 7月种了8月还可以再种一批 菜床里空出来的地方都可以预苗 8月种生菜 还是需要找光照时间比较短的地方 避免阳光直射 而且记得多浇水保持土壤湿润 第七种各种菜花和卷心菜 这些洗凉的蔬菜 8月初可以在菜地里预苗 长出四五片叶子的时候 一再定植就可以了 第八种上海青和各种颜色的菜心等 这些小青菜春秋季节都可以种植 它们生长迅速 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可以有收获 虽然是洗凉的青菜 但是发芽最适宜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需要20-25摄氏度 8月撒下种子 很容易发芽 这时候种青菜 就需要注意防虫了 尽早加盖防虫网 可以不用担心采青虫 第九种大白菜 大白菜喜欢凉爽的环境 因为气温是逐渐降低 秋天种白菜更容易 白菜发芽最适宜的温度为20-25摄氏度 8月比较热 种的白菜非常容易发芽 在菜地里撒种子育苗 长出五六片蒸叶的时候 一再定植就可以了 种上几颗大白菜 冬天的菜基本上就解决了 但是蛋白菜生长周期比较长 需要三个月左右 所以8月一定要种上 不然时间有可能不够 第十种乌塔菜 乌塔菜耐寒能力强 同时发芽温度比较高 非常适合8月份种植 第十一种德国芥兰 德国芥兰特别耐寒 是很好的果冬菜 非常适合秋季种植 8月初在菜地里育苗 等菜苗长到10厘米左右的时候 一再到合适的位置就可以了 第十二种牛皮菜 牛皮菜洗温 而且特别耐寒 可以短期忍耐零下10度的低温 果冬没有问题 牛皮菜生长最适宜的温度 为15-25摄氏度 8月份直播种牛皮菜 就不用费心选择耐热品种了 剥下种子之后 注意保持土壤湿润 一个月左右 就可以收获新鲜的叶子了 第十三种菠菜 菠菜发芽温度为15-20摄氏度 8月直播种菠菜 既简单又方便 很快就发芽了 菠菜一般不容易生虫 非常容易打理 保持土壤湿润 不久就会开始有收获 菠菜耐寒能力强 不需要保护就可以安全过冬 第十四种芝麻菜 芝麻菜特别好种 除了最寒冷的冬季 其他月份都可以种 如果喜欢芝麻菜 可以每隔两周左右撒一批种子 就会不断的有新鲜芝麻菜了 八月种芝麻菜 让它非常旺盛 第十五种芹菜 芹菜稀冷凉 而且非常耐寒 八月初种芹菜 还是可以有很多收获的 第十六种 雪里红精水菜等芥菜类 喜欢这些菜的话 八月在菜地里直播就好了 第十七种 空心菜 空心菜喜欢高温 八月同样可以种空心菜 我做过对比 结果是用千叉的方法来种空心菜 可以更快采收 所以如果热天时间不够的话 用种子种 就不如买一些空心菜来千叉了 照样可以隔好多茬 第十八种甜菜头 进了八月 想种甜菜头的话 就赶紧直播了 找个光照充足的地方 撒下一些种子就可以了 生长过程中 注意保持土壤湿润 甜菜头会长得很大 第十九种大头菜 八月上半月直播 这样大头菜 就会有充足的时间膨大 第二十种各种萝卜 樱桃萝卜等个头小的萝卜 春秋季节可以随时种 因为一个月左右就长大才熟了 但是白萝卜和青萝卜等生长期长的大型萝卜 需要考虑季节变化 如果还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种 很多朋友7月已经种了萝卜 没种的话 扮演出还是可以种的 第二十一种 胡萝卜和欧房蜂 想种这些根茎类的话 八月初就直播种上吧 第二十二种 豌豆 豌豆生长最旺盛的温度是14-22摄氏度 种豌豆特别容易 在菜地里直播就好了 我刚刚把早春种的豌豆清理掉 八月又可以再种一茬新的了 我喜欢两粒种子放在一起 发芽后给它们搭个架子 放上一张网 豆苗很快就会爬的满满的 豌豆的生长速度让人震惊 全部采收之后 不到一种 就可以再长出来一匹新的豆莢 这种不断采收豌豆莢的日子 可以一直持续到深秋 第二十三种 薄荷 八月还是比较热 种上薄荷之后 依然需要适当遮阴 而且保持土壤湿润 其实种薄荷根本不需要买种子 我这些薄荷就是采摘了几个野生薄荷枝条 千叉的 有了这些薄荷 想做冰凉饮料的时候 随手摘几片嫩叶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咱们下次再见